我聽到大家這麼沉重 我覺得就不用太沉重 那幾天我都跟陳小莊說 現在都雖然不過你不會上市那件事 現在他霸王硬上攻 梁君彥這個廢柴主席 我未聽過議會說36個小時 就要通過了 我未聽過 就是 Donald Trump 跟習近平講完結話 十三億 中興搞定 別人來國際說不行 我說不好意思 Trump 川普說 不好意思習近平 你要收買那些國會議員 我川普跟他丟了不行 你說廢柴主席是前架 我過去跟他前面是前架 就是說將自己在立法 在基本法裏面有的權限 去代表自己的同事 去監察政府的權限 一手摧毀 自閹 譴責主席廢柴 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自己到最後那時候放棄英席 去做這個立法會議員 以前不選主席都還是英國人 這樣的人來管理立法會 當然是死人 除了告議員 除了告議員之外 還有什麼呢 我現在在說的就是 這個謊話實際上太大 其實大家被騙了 其實一小時生活圈 我聽聽川家組和Shirman說的 通全國 人家說明是一小時生活圈的 即是說高鐵的時候 就是在廣東那裏 那些人的方便是要犧牲我們的主權 是不是呢 如果你搭很遠的 你三十分鐘檢查會死的嘛 喝杯咖啡 是不是 不是 去廣東那裏 都要廣東那裏 都要廣東那裏 所以我覺得 我很尊敬 在這裏為一國一國兩國 繼續抗爭的事 因為我比較少做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我比較少做這件事 大家不要笑他們 我想很多傳媒都在你們心裡笑他們 很容易 浪費時間 我告訴你 你第二十年之後 你的兒子問 為何要做這樣的廢殘高鐵 或者是 十年之後高鐵 因為經營失 要不搏全國 只是搏一段仔 變成一條很短的一條路 那時候知道今天在這裏奮鬥的人 是值得處境 我不會奢望太多市民來 這個 習慣 因為為甚麼呢 只是 這個 住劏房 沒有樓廚 已經包圍了他們的政經 現在香港人 看到公道不出來 不是因為他們 不是因為政府好 是因為政府太壞了 阿哥 每天你走出街 都有一宗醜聞 我問你你只數醜聞 你怎麽關注那麽多 那天是淺子 那天漏水 他每一天都是香港市民 為了去應付他面對的猛症 面對的憂慮 怎麽想這麽多事 我最後講一個一個故事 這就是共識的那些共產黨官料 他說餓沒東西吃 他說不用了 做柔軟體操 那當然是做柔軟體操 喂 做完柔軟體操 有沒有反省 做柔軟體操都不是太好 不如去跳古典舞 他說其實我們現在香港的市民的冷漠 不是政府做得好 不是他說服了那些事 而是市民覺得太離好 以後離去 遮過打家劫舍 無所不為的惡霸 在那裏街上走 昨天才強姦婦女 今天又去搶錢 怎麽追你 那麽在那裏走 各位 我希望多些人來 不過我再一次在這裏 在這裏對 我以前的同事 和所有 為一記兩點盡力的人 表達最熟悉的那個警察 因為我都很少做這裏 你們不要笑他 你們不要覺得這班人傻的 有一個科目叫做西俄 就是這樣 你應該到那裏的記憶 西俄就是這樣 當有一天 全世界人都是新牛的時候 那個人不是變成新牛 就是這樣 如果跟卡夫卡人褪變成一樣 當有一天他變成大蟲的時候 這樣就死了 其實現在民主派和反對政府的人 是不是好像卡夫卡人一樣 一起來變成一條大蟲 沒有很順口 當然不是的 所以我麻煩各位傳媒 你盡量報導一下 我看報紙 看不到他們兩件新聞 醜聞當然是 人家都教醜聞那些沒有 然後陳法專門說 你們就賣掉它 千萬不要做西偶 千萬不要做解蟲 做推石頭的 那個人